大家好,我是Lin 很久没有说敦煌了 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下 4月份的时候 敦煌研究院和腾讯合作上线了数字藏金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玩一下 最近我把这一个项目彻底的研究了一下 给大家做一份独家工业 现在7月份已经是暑假了 很多红友都有计划去敦煌玩 那不妨先来做一下功课 了解一下墨高窟必去的洞窟之一藏金洞 那因为这个项目的体量比较大 所以我一共是分了三期视频 和大家体验不同的环节 所以记得要关注我 一起走完这一趟探索之旅 数字藏金洞也分为手机端和电脑端 手机端在微信小程序里面 直接搜索云游敦煌 进去主页进入藏金洞就是 但是我比较推荐用电脑 因为这个项目的体量比较大 用电脑的话操作比较方便 视觉效果也更好 电脑端搜索数字敦煌 主页点击数字藏金洞 在这个页面有关于这个项目的推荐视频 技术介绍和合作背景等等 大家可以先浏览了解一下 最后回到页面的上端 点击进入游戏 首次进入会让你选择登录方式 用微信扫码登录之后 就是一段精美的开机动画 从摩高窟的地理环境 沙漠开始一直到十六窟内景 最后进入藏金洞 不得不说毕竟是腾讯 这个画质据说是达到了毫米级的超高精度 确实画面看下来是超清精美很赞 最后画面停在十六十七窟面前 点击启程 我们就正式开始探索了 大家看到这里门上一个蓝色的道三角 点击就会有相应的知识点介绍 这里是介绍十六十七窟外面的三层楼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十六窟 要走一段比较长的涌道 在这个涌道北面的墙上 有一个挖出来的二窟 就是举世文明的藏金洞 又被称为十七窟 我们先不管它 继续往前走 这里看到蓝色道三角 点击 介绍的是涌道两侧的壁画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进入十六窟的正殿 这里点击右上角的灯泡 然后就把整个洞窟照亮了 这个功能还挺赞的 好 进入洞窟 我们之前说过 先看整个洞窟的结构和形质 十六窟在墨高窟里面算是大型洞窟 晚堂时候开凿的 看得出来很宽敞 这个窟形是副斗顶的殿堂窟 所谓副斗顶就是上面这个顶 像一个倒扣过来的米斗 窟顶是西夏时候画的贴金的团龙藻井 点击蓝三角可以了解详细信息 再来看塑像 十六窟中间是一个马蹄形的佛坛 上面一共有九尊塑像 一佛二弟子两个邪寺菩萨 四个供养菩萨 之前本来是宋代时候塑的 后来清代又全部重塑过 最后看壁画 佛背后这个通顶的背屏上面的壁画是晚堂的 也就是和十六窟建造时间是同期的 但是其他四面的壁画都是西夏时候画的千佛 它是重塵壁画 到了墨高窟进入洞窟之后如何欣赏 敦煌的石窟艺术 之前我做了蛮多的基础的科普视频 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下 这里的话我还要再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一套敦煌三书 它是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长书洪先生写的 那么这三本书分别是综合性的介绍了敦煌艺术 敦煌壁画 还有敦煌的雕塑 文字写的浅显易懂 而且像书里面还配得有插图 像这里是介绍了敦煌石窟的形质 还有敦煌的壁画等等 大家如果想学习敦煌艺术的话 可以去买来看一下 好那么刚才是看完了十六窟 我们现在再回头去看一下 永道上的十七窟藏金栋 藏金栋也是富斗顶 小小的高三米长三米 正对门是一个残床 上面坐着的这个高森就是红便 十六窟的开窟人 这尊塑像是墨高窟的彩树代表作之一 非常写实 红便像后面是一幅晚唐壁画 画的是菩提树和两个女性人物 这里还有张大千的题字 我在之前张大千的视频里面也提到过 张大千在题字里面盛赞这个人物画 画得有多么好 在西壁还嵌得有一个高森碑 这个是唐宣宗当年封红便和尚为敦煌的僧官 朝廷授予官方身份的重要凭证 看完十七窟里面的知识点之后 红便塑像的右下角有一朵蓝莲花 点进去有两个选项 先点击左下的了解藏经洞 会有一段藏经洞的简介 好今天第一期视频呢 我们就把十六窟和十七窟的外观大概的看完了 那么下一期视频我们将进入深度体验 以游戏的模式来探索藏经洞的前世今生 喜欢今天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评论 下个视频我们继续探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